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几只股 这些都是我YouTube Channel里面的会员所问的股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参加我的YouTube Channel的这个会员 只是需要请我喝一杯咖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SC MSC今天表现不错 大涨 可以看到 他已经是突破这个盘整线 现在收盘是2.18 他的下一个阻力线 肯定就是这个 2.60 如果他没他吸气的时候 手还是出现一个开高 停车蜡 这个就是一个 确认信号 是可以马路的 目标价就是 2.60 如果继续突破2.60 如果继续突破2.60 下一个阻力 就是 这条线 大约是在3.00 所以他其实是蛮强势的 他的这个 走势 如果你已经在这天天突破的时候买入 这样就恭喜你 这个时候就继续守住 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次的突破这个2.60 如果你还没满路 如果你还没满路 但是星期一的时候 早盘 开高出现一个青色蜡烛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马路讯号 目标价同样的是 2.60 这个就是 MSC 下一个 RELAX2 这个是一个仙股 老实说我是不建议去交易的 他有一个非常强的 阻力线 0.09 如果要交易的话呢 一定要等到他突破0.09 这条线 这个头码 还 考虑要不要去交易 可以看到他顶部有很多套牢盘 这个肯定是过不到的 大概是在0.1亿左右 这个0.1亿他是很难过到的 所以 自己决定吧 因为仙股呢都是很难去操作 但是你在 在考虑之前一定要等他站上去这个0.09的时候 还考虑要不要 去满路 没有站上去0.09 基本上可以不用去考虑 呀 我觉得他就算他就算他也是有点困难 他也是有点困难 站上去这个0.09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restor 下一个 SAM CAM SAM CAM 他的图 不是很漂亮啦 可以看到他顶部这边有一大堆的套牢盘 是比较辛苦一点 他这边有一个 线就是前高 这条 这个也是对应他这个60天均线 也就是 0.80 如果真的是要交易的话 一定要把他的股价一定要涨上去这个0.80 也就是60天均线 就出现一个这样的情色 这个时候 才可以考虑要不要去交易 但是不要忘记 顶上超楼盘太多 200天均线大概是在0.86 这个是 有点困难的 你看之前 他一直都是 通过不到 0.86 我觉得他也是通过不到 这个也是要小心交易 站上去 0.80 可以 做一个短线的 反弹 没有站上去0.80 基本上 可以暂时 不用看他 这个是SAM CAM 搞完 搞完的股 已经往上冲 而且 曾经一度的 就是这个52周的新高 然后开始 回来 可以看到他底部这边有很多这个支撑盘 有着头码 都是在支撑出他的 如果他能够再次的突破这个前高主力 也就是1.9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马路机会 因为他底部的这个支撑盘 会支撑出他 继续往上冲 没有突破1.93 暂时就 不要去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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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他 回调 回调的时候 如果有机会 买在1.80到1.85 就是这两个 中点 如果有机会 出现一个 纸电回神 回程 弹上去的时候 纸电回神 就是一个 买入的 讯号 呀 所以现在 就有两个选择 他继续往上冲 突破1.93 是一个 买入讯号 如果他回来 如果另外一个 如果他回调 在1.80到1.85 之间 来一个 纸电回神 这个 是另外一个 买入的 信号 如果 跌破1.80 这个就 暂时忘记他 呀 就不可以 马路的 这个就是 高弯 MI MI 他 这几天都是上涨了 呀 上涨 但是不要忘记 这个 主力线 1.66 是一个非常强的主力线 顶上很多套牢盘 2.00 2.30 2.30 都是很多套牢盘在 会挡住 会挡住他 如果你之前有买入 你就自己守住 看一下他有没有机会突破1.66 如果突破的话 就继续守住 如果没有能力突破1.66 就要考虑 就要考虑 卖出去 套力 没有马路的朋友 这个时候也不要追高 就等 看他有没有机会突破1.66过后 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套牢盘很多 这个是重点 这个是米 下一个 CDoS CDoS也是一样 从底部 50周星级就 弹上去 突破这个 60天均线 同样的 顶上 1.60左右 很多套牢盘 现在他 在1.44 1.44附近呢 也是有一大堆的 这个 这边 这个 套牢盘在挡路 它今天 出现红色蜡烛 好像没有什么力了 所以 不要去追高 呀 这个不要去追高 现在就等他回来 如果他回调的话 有一些回调的迹象 之前在这边 马路的朋友 也应该要 套力了 因为这个 过不到就是过不到 呀 如果他有机会回调 看一下这个 60天均线 也就是 1.30左右 有没有机会 弹上去 如果有机会 这样弹上去 这个是一个 马路讯号 如果 跌破60天均线 这个就 当时忘记他 所以就看这个 就看这两个吧 这个时候 肯定是不可以追的 呀 这个是 这个是 CITOS 如果你是之前 被掏牢的 这个也没办法了 这个你就 继续守住 看一下他有没有机会 突破这个 1.60 继续往上冲 这个时候 也不用卖了 就等吧 下一个 PETRON 马来西亚 他 站上去这个 200天均线 呀 我记得我之前有分析过 站上去200天均线 这边是一个 买入讯号 这样如果你有跟到的话 就恭喜你 今天 再 出现一个 更高的蜡烛 这个是好事来的 可以看到底部这些 都是变成他的支撑盘 再顶住他 现在价钱大概是 5.14 顶上这堆 踏楼盘 大概是 5.60 呀 我觉得他应该是 过不到5.60 如果他在5.60 附近 出现回调的迹象 之前马路的朋友 就应该要考虑 把他抹出去 避开避险 呀 如果你 之前是没有买到的 现在要去追 这个我就不建议了 因为 你看到 他其实已经是非常接近这个 套牢盘 呀 不建议去追 随时就会被套 啊 空 呃 操作的空间 不是很多 之前满路的 就可以 啊 就可以守 就可以看 去追的话 就必要了 就必开他吧 太多套牢盘了 OK 这个是 Petron Malaysia 最后一个 Cunting Plantation 这个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挖了一条线 这条线就是 6块6 6.63 呀 现在股价 它 好像稍微弹上去 站上去这个20天均线 但是盘整区就是这条 的最高价是6.63 一定要突破6.63 还考虑要不要进场 突破6.63之后 这边 没有什么筹码 没有什么 啊 套牢盘挡路 还有机会继续往上重 主力就是7块4 也就是这个 200天均线 呀 顶上这边 9块多 这个肯定是 去不到的 呀这个太远了 so 要注意就是说 有没有机会 突破6.63 突破 站稳上去 6.63 马路讯号 没有站上去 6.63 这个暂时就 不用考虑 不用看它 这个就是 Tending Manager so这几个股呢 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 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 或者是说 你可以参加我的会员 请我喝杯咖啡 也可以 也可以鼓励我一下 也可以问股 谢谢大家